嗨大家好我是拿言 那历代华为的P系列旗舰啊 往往都会刷新用户对于手机影像系统的认知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首次使用莱卡认证的双摄智能机 华为P9 之后的每一代产品呢都会有着不俗的表现 随着传感器的换代 软件算法的完善以及人工智能的越级进步 那手机摄影呢已经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 甚至呢不少摄影师啊都会因为他的便携 而使用智能手机去从事外拍的活动 然而智能手机呢终归是手持设备 那便携性的优先级啊仍然是最高的 很多人呢会质疑手机拍摄的竞争力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 华为P40 Pro Plus的超大影像传感器啊 带给了创作者更多的可能性 华为的P40 Pro Plus 写超大尺寸的传感器 独创的多反射式的潜望镜式超长焦变焦结构 全像素八核对焦等众多业界领先的影像技术 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来快速的了解一下 这款华为的P40 Pro Plus实际的表现如何 华为P40 Pro Plus搭载了四驱满一屏 不仅左右两侧曲面化处理 上下呢也有一定的弧度 屏幕上下左右四周都微微呈现弧度 就有点像水杯被倒满时流体边缘满而不易的感觉 四项曲面的难度相对较大 非常考验玻璃的贴合工艺 目前呢屏幕四周曲率可以说是恰当好处 从正面看上去呢很有张力 上滑返回体验尤其不错 侧边操作呢也顺滑流畅 我们再来看背面 那后盖呢实际上是华为P40 Pro Plus非常花心思的地方 和P40系列的其他产品不同 P40 Pro Plus后盖是由精密的陶瓷打造 有着镜面的观感和玉石的光泽 别小看这样一块后盖啊 它的制作过程十分的繁复 采用了纳米级的微晶膏为粉体 精力竖道工序流盐 烘干形成胚体 之后呢才是我们熟悉的烧结 烧结啊对于环境的要求极高 任何杂质都会影响壳体的致密性 进而呢影响强度 连最常见的水分和挥发物都不行 随后呢还要对壳体抛光和加工 而其中最大的难度呢在于结果是不可控的 连续五天五夜最高1500度的烧结 一炉的批片 稍有差池就会报废 所以呢精密陶瓷 本身就是高端机型的专属材料 也只有经历时间的淬炼啊 才可以打造出凝脂般的温润 别看温润如玉啊 它可不像一般陶瓷制品那么脆弱 它的硬度呢堪比蓝宝石 日常使用中不带手机壳也不用过分担心划痕的问题 陶瓷的质感更加高级 触感细腻 真的是如丝般顺滑 下面我们来说说大家最为感兴趣的相机方面 华为P40 Pro Plus拥有超感知的莱卡五摄 一枚5000万像素的超感知主摄像头 一枚4000万像素的电影摄像头 一枚3D深感摄像头 一枚3倍光学变焦摄像头 以及一枚10倍光学变焦摄像头 同时5000万像素的超感知主摄像头搭载了1.28英寸的传感器 每个像素均拥有双核对焦能力 默认拍照模式可以将4个像素合并成一个2.44m的超大像素 使得每个大像素拥有8核对焦的能力 超广角端是4000万像素的电影镜头 1.54英寸的感光尺寸 等效18毫米焦距的超广角视野 长焦段共有两枚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一枚3倍光学变焦摄像头 在中距离变焦向远距离变焦的时候有平滑的过渡 另一枚经由多反射浅望式光路折叠技术实现10倍光变 达到18毫米到240毫米的焦段覆盖 最终在融合算法的计算下支持100倍的数字变焦 组成了业界首个超远距双目变焦系统 我们知道光学变焦的结构意味着占用更大的空间 尽管上代华为P30 Pro通过浅望式镜组将光线折叠 在有限的厚度内率先商用了5倍光变 但是10倍光学变焦的焦距更远 光路成倍增加 一次光线折叠不够 必须得对光路进行多次折叠 并且如此长的光路还不允许模组长度有明显的增加 最终P40 Pro Plus是通过5次反射延长光路 光程比P30 Pro提升了170% 每多一组镜片的折射都会造成光线的损耗 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 需要从光线进入镜头的那一刻就开始着手 光线经过的每个组件都是特殊定制的 镜组的选材工艺和通用的方案都是不同的 为了让画质不下降 光路的改变还要用到高精密的反射面 只有纳米级别的标准才可以降低光路激变 根据官方的数据 这些反射面的最高精度大约是30纳米 这什么概念呢 头发丝的直径一般不超过100微米 而最基本的光学规格要求是头发丝的两千分之一 追求这样的精度无疑是在针尖上跳舞 由于光路过长 对焦马达和防抖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比如超远距离光变摄像头的对焦马达 由滑槽式承载 因为镜组的承重主要集中于前端 只有通过磁力和杠杆结构来平衡前端镜组的负载 完成自动对焦 那么这样看下来的话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单独的硬件堆叠 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影像系统 我们解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就已经包括了镜组的材料设计组装还有马达等多个方面 实际上遇到的挑战还远远不止于此 说到这里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实拍样张吧 除了传感器的升级 五枚摄像头的协同配合 华为P40 Pro Plus经过了8通道多光谱色温传感器加AI算法库 采用基于羽翼的色彩还原算法令复杂光源于背景下肤色更加准确 通过AI深度学习算法矩阵实现精准人像分割和优化 保留面部光影和发丝光泽 大逆光场景下即提升人像的亮度并保证背景不过曝 面部光线和背景更加真实和自然 在暗光人像拍摄时提升面部的亮度 呈现富有层次感的细节 生动逼真的色彩 另外在人像模式下借助3D深感摄像头 测算逼真的大光圈虚化也是AI应用的实质性落地 AI图像引擎的优化还有一些特殊的玩法 像是移除路人适合户外或者是接拍 一键抹除掉无关人员 消除反光在拍摄展览馆的玻璃橱窗的时候 有为有用 作为华为2020年最高端的产品之一 华为P40 Pro Plus的配置自然也是顶级 7nm加EUV工艺制成的70990 5G芯片 支持NSA SA双模5G以及40W无线超级快充 并且还支持40W正向无线快充 和反向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的速度已经媲美了有线充电 随着P40系列的问世 EMUI也迎来了10.1的更新 不仅提供了全新的视觉动效和细屏显示 功能层面也迎来了共享屏幕 畅联通话 拓展丰富的多屏协同 还有分布式的图库 智慧分屏等效率应用 极大方便了多设备之间的互动 近年来华为的1加8加N的全场景生态 开始逐渐的形成 加上在系统底层的改进是越来越多 不难想象这是以智能手机定义为生态圈的中心 期待后续有更多有趣的设备去联动 华为P40 Pro Plus呢 在设计上的突破不仅是在于四驱满一屏 隐藏之后的这个极窄的边框效果 还有R角带来的流线造型 以及精密的陶瓷材质后盖 所赋予的温润如玉的这个手感 这让整机看起来呢是更加的纯粹 也更加高级 在核心的超感知影像系统上面呢 华为的P40 Pro Plus 创新的采用了多极反射浅望式的光路折叠技术 实现了100倍的双目变焦 全球最强的10倍光学变焦 让手机呢在超远距离拍摄 这一个弱像方面得到了不足 加上麒麟990 5G芯片 以及有线无线双快充的策略 基于分布式技术的EMUI10.1 华为P40 Pro Plus呢 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无缝的去切换 跨设备的协同呢 也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 不得不说这是一款让人惊讶的设备啊 特别是在影像系统方面 它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似乎又变得更大了 我们期待它在后续四大旗舰的表现吧 好了我是拿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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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